想不想 新一季的茉莉花 我刚从福建带过来的 我表了态的 一定要想办法 帮孤农解决空运的问题 君子一眼司马难追 你先喝一口茶 我这个话说出口 你先喝一口茶 起码也要两匹马来追嘛 杨素季 就凭你这句话 我现在就给你表个态 小黄啊 我是吴月娟呢 吴大姐 你帮我找一下自治区的 马秘书长好不好 好好好 我不光做蘑菇是你师父 打架我也是你师父 梁教授 帝位的杨书记来看你了 杨书记 不要动不要动 你不是带杨书记来看我笑话吗 本人打了一拳 然后骨头就散架了 肋骨骨裂 你也厉害得很啊 坐坐坐坐 来 书记坐 走 来 喝水 杨书记 林教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咱的这些蘑菇 以后多有飞机坐了 坐什么飞机啊 价钱太高了 一公斤三块五 那顾民没有什么钱可赚吗 林教授 你放心 这个呢我们已经跟民航部门商谈好了 一公斤能便宜一半的价钱 便宜这么多 这个价钱是杨书记和吴主任亲自谈下来的 和民航部门达成的共识 用这个客机的行李舱做运输 还把咱空运蘑菇的事情 办成了扶贫住民的特例项目 以后就是只要有航线有航班 都是这个优惠价格 对 只要飞机上装得下 有多少运多少 太好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太好了 太好了 你要好好地休养 我还等着你早日康复 咱们要共同商讨 全地区蘑菇产业的发展 没问题了 杨书记 太感谢你了 不用等我康复啊 躺在床上 我们也能搞发展